大家好我是正楓 歡迎收看這次的一生印刷小學堂 有朋友跟我說 他想要將他的舊衣服來做一些改造 那這次呢 我用我們DTF膠片印製好了兩張圖 那我們來看我們怎麼操作吧 好那我現在要使用的是我們A4抽屜式平常機喔 那一樣讓我們的衣服擺好 擺上去 然後再將我們的DTF膠片擺上去 然後A4放 然後我們就會讓我們的抽屜拖進去 好 直接下壓 然後這會開到15秒 時間到 它會起4 然後我們就打開 打開之後呢 一樣抽屜拖出來 那我們就等我們的膠片冷卻 再將我們膠片撕除 現在已經冷卻囉 那我們將我們膠片撕除 你看到 非常的平整 再來我燙印在我們的袖口上喔 那我所使用的設備是15x15 膠支出的手動平常機喔 這樣 擺上我們的 位置的照片 擺上去 好 時間到一樣會叫 那我們就將我們的 把手拉起來 一樣 常用裝機濕屠 沒有 這樣子我們就是正常動